2022年4月14日下午 终于让我们等到了徐慧大礼拜了 那你们都知道 我们现在在上海的日常 就是都要做抗原检测 因此呢 昨天晚上11点以后 我们就先做完了抗原检测 怕早上起不来 在这里分享一下 我们依然是整个小区都是阴性哦 早上的时候群里面 大家还在呼喊哦 说要小心注意 因为有人解封之后 一天又被关起来了 11点群里就有人问 之前团购的肉类 什么时候才会到呢 中午的时候终于有人等不住了 就问政府发放的物资 什么时候才会来呢 都没有人回答 朋友中午转发了一则贴文 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到微信 天文被不见了 也试试看转到群里面 是不是会被别人看到呢 没想到被攻击了 就只好撤文了 情绪低潮的时候 辛苦的志愿者终于出现了 他们来发放我们等待已久的 徐慧大礼包 这是这几天来连续发文的效果吗 大礼包来了 这次的蔬菜比之前好很多 温馨提醒一下 不要浪费政府给我们的爱心大礼包哦 要吃的时候要注意看看 是不是有没有过期 如果过期的就要赶快先吃哦 3号就到期的豆腐 14号就赶快把它煮成豆腐宝 应该酸味不会很重吧 腐的爱心我们怎么可以浪费呢 调味料多加一点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比那些没有领到物资的人好吧 我们跟隔壁小区 也只不过差了一点点 但是我们的非常不错的替代品哦 我们没有烧麦 但是呢 我们换来的是肉包子 我们没有莴笋 可是我们有了小黄瓜山根 我们没有白萝卜 可是我们替换来的是红萝卜多一根 我们的橙子比较大颗 所以我们是五颗 家人们有没有很羡慕 我们这样的物资呢 我要感谢的是上海政府 给了我们这样好的物资 还要感谢辛苦的居委和志愿者们 你们这样的付出 我们看到了 谢谢你们 我们无以回报 只能好好的足不出户 保护我们的健康 来答谢你们 家人们 让我们一起坚持到底 抗疫成功 这一周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Goodbye